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以及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 今天展現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決心 他們宣布辭去立委 不過林佳龍對手台中市長胡志強認為 林佳龍早就該請辭 還暗奉林佳龍這個時候才辭職 不夠光明磊落 民進黨中張投三位縣市長候選人排排站喊口號 林佳龍和魏明谷更是當場宣布辭去立委 從今天起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 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 正式辭去第一霸界立法委員職務 展現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 林佳龍還承諾選後不論勝敗 決不參加立委補選 不過在台中市長胡志強連續兩天大打政績 經濟牌 林佳龍選在這個時候 辭去立委時機格外敏感 是來自人民的一個力量 讓我們一定要做出這個決定 個人是當然醞釀了一段時間 我想最後最關鍵的時刻 就必須做出關鍵的決定 我們毫不猶豫 不過面對林佳龍辭立委 胡志強道士不以為然 認為對選區的選民不公平 我歡迎他辭職 而且應該受到肯定 但是他真的當時不以來去選這個立委 而且應該在參選的時候就宣布辭職 這樣會很光明磊落 暗奉林佳龍不夠光明磊落 胡志強也暗示早就料到對手會在選前使出這一招 選前最後幾天林佳龍未明鼓大動作辭立委 讓藍綠選情膠著的中台灣又增添性變數 郵件TV 楊子健 王世凱 月嘉宁 志剛 台中報導